为什么在这儿唉声叹气呀 我有位亲戚他住在对面的大厦 但他发现大厦多处地方有渗漏及混凝土菠萝 每一天都提心吊胆 他跟几位业主都想进行复修工程 但他们所住的大厦是三无大厦 也就是说没有业主立案罚团 没有任何居民组织 物业管理公司也没有聘请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麻烦 维修宝 其实三无大厦也可以自行筹组复修工程 及申请资助计划 真的吗 可以怎么申请呀 未成立业主立案法团的大厦 业主可按照工期的条款召开业主大会 遵照工期定名的条款进行议决 但是由于每栋大厦的工期条款都不一样 业主要查阅有关自己居住的大厦的工期 是否列明以下的条款 包括 一业主大会可通过有关楼宇公用地方维修及保养的决议 即 二该决议对所有业主均有约束力 如果确认有相关条款 业主便可以召开业主会议商讨楼宇复修的工作 但是 如果工期不清晰或没有相关条款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就需要全体业主一致同意 有关楼宇公用地方维修及保养的决议才行 当然 如果有需要 便应该先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 其实最好先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在清晰的法律框架下 以法人身份 代表全体业主处理有关楼宇复修的工作 对大家更有保障 如果他们想申请一些复修资助计划 是否可行呢 可以啊 只要楼宇符合相关计划的申请资格 包括楼林与拆想租值的规定 在业主大会上 通过授权申请人代表参加 有关资助计划便可以了 但要注意 有关资助计划对申请人代表的要求 以对面的大厦为例 他们如果要通过申请资助计划 便要授权最少两名业主 作为申请人代表才行 顺带一提 如果有些大厦是属于公务员建屋合作社 持有的合作社楼宇 那么申请人需为合作社 而授权申请人代表的程序 便会根据合作社规则 及相关合作社的章程为准 那我现在就去提醒他提交申请表 不用那么心急 还没讲完 申请的楼宇除了要填妥有关的申请表格以外 还要提交业主或合作社社员大会的会议通知 其会议记录副本 而会议上还要通过相关的决议才行 如果想知道详情 便找事件局的职员了解吧 三五大厦做复修 供契条款要看透